月經來的時候 我們又要關心他 他現在還在穿他的高中短褲 我今天 特別今天畫了眉毛 他就說 跟平常一樣啊 這個不要畫好了 我們女生呢 最討厭的一種生物之一就是直男 他講兩句話 你就會莫名的感到很生氣 而且重點是 你給他暗示一百次喔 他一百次都get不到你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直男都不知道這次直男 他們會覺得 喔 明明就是你們女生很難搞 啊你們就很愛生氣啊 講兩句話你們就生氣了 不知道你們到底身體在哪裡 D卡上面有說 台灣是一個盛產直男的地方 我們就要來街上找找看 到底能夠抓到幾隻直男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兩位誰比較直男 我吧 你比較直男 那你目前有交女朋友嗎 有 你女朋友目前感情怎麼樣 感情 還不錯喔 只是有時候一直吵架而已 吵架喔 Keyword 吵架 請問一下你們吵架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報備吧 這樣剛剛就吵架了 你沒有剛才說你要來西門町 對 那女朋友有沒有覺得你太直男的地方 他沒有辦法接受 可能是月經來的時候 然後我沒有比較關心他 我就說 自己按摩一下肚子啊 蛤 自己按摩一下肚子 不然就 多喝泰水 對啊 多喝一下啊 多喝泰水就會還好是不是 就舒緩一點 應該吧 因為我也沒有 幫他買巧克力啊 他不會 你都沒有想過嗎 我不會耶 我願意 只是我覺得 那他如果我講的話 我就會做 只是我不會自己做 我比較被動 單身多久 三個月 那你之前是為什麼 跟女朋友分手 喔 因為我很常睡覺 然後 又沒回她進行 然後我就覺得受不了 沒有陪伴 對 沒有陪伴 沒有安全感 然後所以 就被 要多睡才能長高啊 結論 先長高比較重要 他雖然說有女生喜歡他 可是他都拒絕了 他真的是指南 他真的是指南 有說指南來講講 他很不懂女生的暗示 他有說我今天晚上 欸 家裡沒有人喔 他一定聽不懂 他一定聽不懂 他有沒有惹過女朋友生氣 可是完全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這個很簡單 非常長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今天我是女朋友 然後我跟你講說 欸 咩咩怎麼辦 我這一定是好胖喔 你要怎麼說 就是以前 可能會說 那你就減肥就好 啊 可是現在可能會說 沒有啊 你其實很瘦 Baby 你剛剛去買東西 次有買我的份嗎 忘記了 他可能就真的不會買 他可能就真的不會買 你沒有買我的 這可能就是 這好像有點直男耶 他就是直男 你直男你自己的 那你把我放在哪裡 這種時候就會說那個 那個放在心裡而已 男朋友你自己覺得 自己是直男嗎 我覺得我應該是吧 就是今天如果女朋友問你說 如果你去夜店 玩得正嗨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一直蹭你 你會怎麼做 哇 看 但是看他有沒有在看 你說看他有沒有在看是不是 他如果沒有看的話 你就 就蹭回去 加點一下吧 哎 那轉往之後 可以單獨一個人去夜店嗎 我當然是覺得可以啊 請問你覺得自己是直男嗎 小直 我覺得我算是 我很會講那種 那種土味情話 土味情話 來一兩句 你知道你跟星星有什麼差別嗎 我跟星星 比如說天上的星星 還是那種烏烏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 我不會發亮 不是 天 星星在天上 你在我心裡 是不是還行 我覺得不行耶 沒有 太油嗎 是不是太油了 對 這有點太油了 請問一下 你用的土味情話 目前有 有撩到幾個女生過 不好說 是你的是不是 沒有 三 三個 三個 所以都是你用土味情話撩到 那個星星很好用 今天女朋友如果問你說 他今天去路過醫院的時候 我看到一台紅色 Ferrari 你會回什麼 與其坐那台法拉利 不如坐我載你的車 好像很還好耶 沒有 不是 不是 好像真的還好 沒有 那我再次那種 給他講的安全感 不能讓他被那種物質給吸引走 可是我覺得我會選 沒有 這樣這個女生太敗勁 那我就會放生 沒有 正確答案應該是 你要問他為什麼會去醫院呢 是不是他身體不舒服 沒有 不然他去醫院我一定會陪他去 所以他不會有機會跟你說 然後他在醫院你一定會在 我一定陪 一定陪 欸 這可以喔 所以你剛剛說你 單身多久啊 就是 二十年 二十年 那左手 右手會比較壯嗎 右手比較壯 我不想知道 那你有沒有想說 跟你朋友多學幾招 有啊 因為他很會講一些 土味情話 然後對 土味情話 所以當然會有跟他 學幾招 對 你知道為什麼我感冒了嗎 呃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你 我沒有抵抗力 哦 對對對 就是學點 就是這樣學點 這個 這個蠻好的耶 這可以 我覺得這個不不清手耶 哈哈哈哈 最近才剛發生的是 就是 我那個跟 在LINE上面跟一個 認帥認識的女生聊天 然後他那時候 晚上的時候有跟我說 他今天一整天不舒服 他好像就是 吃太油的東西 然後整個身體就肚子怪怪的 所以我就出於熱心 然後說那你好 那你多喝水多多休息 然後下面直接跟我說 哎 那你這個說法 已經太直男了 你是直男的一大反應 多喝水是什麼啊 他就是肚子痛 你還叫他多喝水 我就想說我只是 就是 關心一下 我想說 不行不行 男生女生生理不舒服 沒有 男生說多喝水 但是女生只會更不舒服 他現在心理跟生理都不舒服 我是直男 他其實真的不行 自己被稱為直男 男朋友在講你的時候 你是什麼心情 還蠻傷心的 我想要好好的拓展我的感情事業 哎呦 對 要準備要開始遊歷天下了 對 我要大學啦 所以我想要好好 好好度過這四年 他的直男從國中其實就是 就是其實他之前就有一個女生 還算蠻喜歡他的 然後製造了蠻多機會 他就是直接 完全忽略的那種 然後從暗示變成民視 民視變成果子 跟他講他也是整個 他也是不相信是不是 沒有啦 那種 之後就不了了之了 以為我們是 很好的朋友而已 千古考題 女朋友跟媽媽同時掉到海裡 你會救誰 哇 他還給我思考耶 欸認真思考耶 是怎樣 我媽媽會游泳 我先見我女朋友 你媽媽不會游泳呢 媽媽對我的養育之症比較大 先救媽媽 很好很好 我跟你講 你這大學四年也不會抓到女朋友 我覺得這種問題就是要回答 他想要聽的答案就是對的 所以一定是講女朋友就對了 他自己心裡的答案是什麼 那就 就不用明說了 其實你也有一點點直耶 因為女朋友如果聽到你說直救他 然後氣媽媽也不顧女朋友也會不開心 女朋友就覺得你真的很不孝順 那你覺得你們男朋友 對你來說他是暖男還是直男呢 直男 直男 很肯定 他後來還在穿他的高中短褲 再認真 對他到 他現在要升大二 然後還在穿高高的短褲 就這樣很多男生他當兵 然後一直把自己當兵的衣服 拿來當睡衣穿是一樣的 那你會覺得很受不了 你會跟他說嗎 我會提醒他說 你今天怎麼又穿建宗短褲了 然後他就會 就很好穿啊 就這樣 我約得到一個點了 因為是 建宗的短褲 那他有什麼事情會讓你覺得很貼心的嗎 我每天 就是要從學校坐公車回家的時候 然後他都會 陪我先去公車站等公車 然後我上車之後 他才就是走到捷運站然後回家 有時候他會陪我坐回我家那裡 然後再坐火車回他家 坐火車要多久 呃 50分鐘 50分鐘 根據你這兩年來的觀察 你覺得男朋友會是一個直男嗎 呃 有的時候是直男 我今天可能精心打扮了 可能畫了什麼 一個比較漂亮的妝啊 但我問他說 你覺得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他可能就看不出來 對 然後或者是我今天 特別今天畫了眉毛 他就說啊 跟平常一樣啊 有差嗎 應該就不要畫好了 喔還是你應該 你不能這樣說 你應該說 你的素顏跟畫妝一樣美 對 對不對 這都一樣啊 看不出來 那我們來一個情境測驗題好了 你說你今天去夜店嗨的時候 有一個女生一直蹭你 一直摸蹭你 那你會怎麼做 蹭回去啊 蹭回去啊 天啊我們今天真的聽到太多 關於直男的爆炸世界 我相信螢幕前的女生們 你們一定超級無敵氣的 直男們到底知道女朋友為什麼會生氣了沒有